viral적 如何幸福 如何快樂 為大家登下一下 贏了一分 ностью一起跳 beats 然後贏了一場比賽 連觀眾也跟著你一起一起跳起 這類的幸福 和快樂 只有在場上 你帶造好球的那些人 為你歡呼 為你學歷 你就會感到很滿足 而且健康 很快樂 我觉得作为一个健康城市 政府可以做一个统筹的角色 去整合不同的资源 提供不同的平台 给一些人士去发挥他们的所长 达至他们真心都可以有一个很健康的发展 健康城市都要朝向一个目标去进发 这个目标就是健康澳门幸福家园 其实健康和幸福都是澳门人共同的心愿 特区政府也向着这个目标一同推动 在整公共50周年我们举办五球比赛 鼓励民间机构的一些主管和员工 一同身体力行去实践健康的理念 前线同工平时都是对人的工作 所以情绪的劳动力其实都挺强的 所以放下手头上的工作 回到运动其实是可以减低他们很多的压力 在我们打排球的人里面有一种特质 就是永不放弃和奉献精神 一传拿得漂亮的 享受歌是升波 升波升得漂亮的 享受歌就是杀波 好像社博界精神 自己牺牲了自己很多很多时间 就是为了他们的服务群体 多些举办这些活动是今次九十多人去参与 对于他们的身心健康有莫大的好处 他们身体健康、精神愉快、他们服务群体 他们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也觉得这个活动 是一个挺好的开始 期末之后都可以有这样的空间 继续举办这个活动 澳门经常被人感到一个岛城 现在政府牵头搞大众体育 推动市民健康 我们体育是极为支持的 希望将健康的运动项目 推搭到澳门的市民里面 令澳门成为健康城市